大家好,这就是我刚才打的那头猪,我太大了,我都不敢去碰了,你看,这么大,去掉头和前面的膀子,你们看一下这个肉,太新鲜了,你看,现在还在动啊,你看这鸡肉,它,哎呀,应该在城市里面找不到这么新鲜的肉,你看,它现在还在动啊,这鸡肉,哇,太新鲜了,而且这是野猪啊,这绝对不是家猪,哦,真的,这个新鲜的肉, 太了不得,去掉头,你看看,现在还有这么大,应该,因为刚才那个工作人员也是,他比较,也是挺紧张的,这么大,好像应该在四百到四百五十磅,这也不是说最大,最大可能有上千磅,这个差不多四百到四百五十磅,很好还好的,非常新鲜的,但是一会儿可能还要从中间把这个肚子拉开,把那个脏取回来,丢掉,然后把那个脚,然后他们就剪掉,丢掉了, 只留下这个,去烧烤BBQ啊,BBQ啊,什么的,或者你可以做汤啊,什么的,都很好很好,哦,记住了,这是野猪肉,这有大的,还有小的,小的那种可以去BBQ,去烧烤,一只整猪啊,或者什么的,这里面还有Turkeys,就是火鸡啊,类型的,还有路,各种各样的路,包括中国的梅花路, 什么都有,你还可以在这里骑马,典型的就是德州牛仔的生活,哦,很好很好玩的,你可以在这里放松啊,我我也,当然我也是第一次来着,被这里吸引的,太好了,这里,我住在洛杉矶,来到这儿,你想,也很远,差不多有两千公里了,来享受这种生活,这种田园生活, 我是野外的生活,你是在其他地方,你体验不到的,而且在这里你可以拿到,租到枪啊,什么的,当然都是真枪了,你看我刚才用那把枪,很大很大的子弹,非常好,呵呵